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不得扣除的项目 也就是说前面 我们所讲到的那20多类啊 都是允许扣除的项目 对吧 那么允许扣除的项目当中 也就是说有的是 可以据实扣的 有的可以限额扣 但不管怎么扣 都是允许你扣的 那么在这儿 我们要讲的这些项目 都是不得扣除的项目 也就是说发生了之后 绝对不能扣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注意它是三星考点 也就是说 初题的形式呢 依然是比较灵活的 初题形式依然比较灵活 初题 而且在大题当中 如果你这一步 真的错了的话 那么会直接影响到 你后面的应纳税 所得额的确定 以及应纳税额的计算 所以这块特别重要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三星考点 然后呢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这些不得扣除的项目 究竟有哪一些呢 首先呢 看一下第一个 就是呢 向投资者支付的 股息红利等 权益性投资收益 一定要注意 它是向投资者支付的 股息红利 这种权益性的投资收益 所以呢 什么时候才能够取得呀 它是不是得有先后顺序 什么先后顺序 假如说啊 现在 我们要想计算这一块 是不是得先计算出来 叫应纳税的所得额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干什么 第二步计算出来这个税额 也就是计算出来 这个企业所得税 究竟应该交多少 然后呢 我得正常交税 交完税之后 然后第三步 拿着什么 拿着税后的这个利润 再去支付股息红利等 全形投资收益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是不是 你能不能把第三步 这个税后利润 直接拿到第一步之前 做税前扣除啊 不可以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未卜先知的 先知道 说这个股息红利等 全形投资收益 我应该支付多少 然后拿到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之前去扣除 对吧 这是不可以的啊 所以从顺序上来讲 本末倒指了 第二个就是呢 企业所得税的税款 还是一样 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三个 对吧 现在呢 是需要把第二步 拿到第一步前面来 可以吗 不可以啊 我也不能够做到未卜先知 说我现在正在 计算企业所得税呢 然后呢 我能先知道 企业所得税是多少 然后我再把它放入到 这个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进行税前扣除 可以吗 不可以 所以呢 不要本末倒指 这第一个跟第二个 其实都是一个理解思路下来的 然后呢 再看一下第三个跟第四个 他俩是一组的啊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税收支纳金呢 然后罚金呢 罚款呢 被没收的这些财物等等 这些损失 那么税收支纳金 大家注意啊 税收支纳金 跟罚金罚款等等 其实都一样 都是国家对你的一些惩罚 都是国家对你的一些惩罚 只不过是在细节上 稍有一些区别 例如税收支纳金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 纳税人扣脚义务人 违法的税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然后呢 被税务机关 然后呢 加收的这种支纳金 也就是说 一般来讲的话是 按天来征收 每天的话是万分之五 所以呢注意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税收支纳金 是因为你违法了 税收的相关法律法规 然后呢 由于你现在没有按时进行交税 所以呢支纳了 对吧 所以要交这个支纳金 然后呢 罚金和罚款 它是指纳税人违法了 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它不局限于这个税法 对吧 它是违法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对你的一些惩罚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有关部门呢 要对他处以罚款 那么这个罚款呢 罚金呢 没收的这个物品 都是对这个企业 没有遵循国家法律法规的一种惩罚 因此这种支纳金和罚金 罚款 被没收的财务等等 都是一种惩罚性质的 因此如果你让他去进行税前扣除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无形当中 降低了惩罚的力度 同时呢 也是在变相的在鼓励他嘛 对不对 哎 你看这边我对你进行处罚 那边还让你税前扣除 这当然是不合理的啊 所以呢 注意一下这个政策是具有延续性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 不得扣除项目当中的第五项 也就是超过企业所的税法 第九条规定以外的捐赠支出 那么在这儿的话 一部分学员朋友读到这儿了以后呢 可能会觉得 之前当老师好像讲了这个问题 这个捐赠支出啊 如果当年不足抵扣的 是准于在以后纳税年度来进行 截转扣除的呀 对吧 只不过有一个三年的规定而已 对不对 那为什么现在说超过的这一部分 不得扣除了呢 他说的是当年超过的这一部分 不得扣除 注意一下啊 他暗含的其实是当年超过的这一部分 那你当年超过的这一部分 肯定是在扣除限额以外的这一部分 所以呢 注意一下啊 他说当年超过这一部分不能扣 但是呢 如果说你合理的 然后呢 发生了以后呢 可以截转到以后纳税年度 来进行扣除的这一部分 是可以截转扣除的 接下来看一下第六个 第六个指的是赞助支出 这个赞助支出 看一下它的概念 你就知道它为什么不得扣除了 赞助支出是指企业发生的 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 各种非广告性质的支出 所以呢你看跟生产经营活动无关 还是非广告性质的 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像广税年费一样 然后呢进行税年扣除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赞助支出是不允许你进行扣除的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第七个 是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 这个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 它是指不符合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规定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风险准备等准备金支出 注意一下啊 我们就拿这个资产减值准备来说事 资产减值准备 那么假如说你现在企业当中有一批货 现在呢觉得说这个技术更新了 这批货呢可能不像值钱那么值钱了 对吧 所以呢在快页当中我就记了资产减值准备 但是这个资产减值准备 在快页当中记了是可以 但是在税法当中能不能认 税法当中不认 因为你没有实际发生 真的减没减值 现在咱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在税法当中是终于形式 你现在发生的这个东西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你认为应该减值 但税法当中认为你没发生 所以你发生了这个减值准备金 所发生的这个支出 没减核定的情况之下 就不能够进行税前扣除 这个一定要注意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第八个不得扣除的项目 也就是企业之间支付的管理费 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 租金和特议权使用费 以及非银行企业内 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利息 这些都是不得扣除的 那为什么呢 主意给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就明白了 首先呢第一个是企业之间支付的管理费 大家想想啊 哪怕你是母子公司之间 那你也是母公司 只是对于子公司来讲呢持股的 所以呢并不存在这种管理关系 所以不存在管理关系 那么你发生这个管理费支出 怎么能允许你进行税前扣除呢 当然也就不能进行税前扣除了 所以这个很好理解 对吧 然后呢再看一下 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这种 租金和特权使用费 以及针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讲 这个大部分企业 一定是除了银行企业以外的 其他的大部分企业来讲 那么大部分企业内 营业机构之间 所支付的这个利息 也是不得扣除的 也就是说 针对这哥仨来讲啊 那么租金特权使用费 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都是不得扣除的 都是不得扣除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现在是企业内部的 营业机构之间 企业内部的一个营业机构之间 所以呢 这两个机构之间来回转吧 反正都在你一个大的企业内部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们俩之间来回转 并对我来讲啊 对我来讲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呢 就不能够影响税前扣除额 如果真的要把这一部分支出 进入到税前扣除额当中的话 那就来回转呗 转完了之后呢 然后使这个数额足够大了以后 当期企业所的税有都不用交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种情况的话 国家肯定是不允许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另外呢 就是看一下后边这个特殊情况 也就是说 他特意限定了一下 限定的是什么 也就是非银行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利息不得扣 那么银行企业的可不可以扣 可以扣 银行企业他为什么可以扣 就是由于啊 银行企业内部这个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这个利息的话 是属于他的日常业务 也就是国家认可的 那么你在支付的过程当中 是需要受到中国人民银行 以及啊 银监会的监管的 所以呢 那你发生这种支出 既然受到监管了 那就是正常发生 正常发生 我当然允许你扣了 对吧 其他企业的话 那你这两个部门之间发生了这种支出 没有接受监管的 对吧 所以当然也就不能做扣除 啊 所以呢 银行企业所发生的这种利息支出啊 这是可以进行扣除的 这个注意一下啊 然后就是第九项 第九项是一个兜底的项目 就是与取得收入无关的一些其他支出 一定要注意它是跟收入没有关系的 其他支出 当然也是不能够作为税前扣除项目 啊 所以以上这九类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些都是属于不得扣除的项目啊 出题的时候很容易出现 接下来呢 我们来练节道题 首先看一下2020年的这道单选题 下列支出在计算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准与扣除的是 一定要注意一下 他说的是准与扣除的事啊 首先看一下A选项 他说呢 按照规定缴纳的公众责任险 这个在咱们前面学 学保险的时候 学了这一块 对不对啊 他虽然说属于商业险的一类 但是呢 企业购买了以后是保重 是保障这个公共利益的 所以呢 这种公众责任险 是准与进行扣除的 所以A选项 直接描选 正确 B选项 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租金啊 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租金 特权使用费都是不得扣除的项目 所以呢 B选项是错的 C选项 外购未投入使用的设备 外购未投入使用的设备的话 我们后面讲到这个资产的 所得税处理的时候 会讲到固定资产 那么固定资产这一块的话 里面就涉及到了 不得计题折旧的这些项目 对吧 其中这一项 就属于其中一项 它是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 除了房屋建筑物以外的 其他的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 那么这些都是不得计题折旧的 所以注意一下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C选项 它是错误的 对吧 因为这个是属于设备 设备如果你外购的 没有投入使用的话 很明显是不能够计题折旧的 所以也就不能准备扣除 就这意思 然后B选项 说非银行企业内 营业机构之间所支付的利息 还是 如果你是银行企业支付的利息 内部的营业机构之间支付利息的话 是允许扣的 如果你是非银行企业的话 它是不允许扣的 所以BCD都是错的 A选项正确 描选 然后看一下2018年这道题 他说下列支出当中 可以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的是 注意一下 可以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的 还是考察 可以扣除的 但其实里边都包括一些 不得扣除的项目 所以他就是一个知识点 反着考 看一下A选项 说子公司支付给母公司的管理费 这管理费 不得扣除 对吧 管理费是不得扣除的 然后企业内设 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租金 这也是不得扣除的 企业内设的这个营业机构之间 支付的特权使用费 跟上面一样 不得扣 对吧 然后第四个选项 注意一下 他说是银行企业内设 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利息 这是银行企业 银行企业的话 这种支付的利息 是属于日常业务 而且受到监管 所以呢 递选项是可以进行税前扣除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到2017年的多选题 那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下列支出允许在税前扣除的 也就是让大家判断是哪一些扣除 是准于你在税前来进行扣除的 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说企业向银行支付的伐息 那么这个支出可不可以进行税前扣除 可以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 这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 所发生的这种伐息 那么如果是这种的话 是可以的 这种伐息相当于一种违约金 对不对 违约金我们在前面讲 扣除项目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 所以呢 这种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 但如果是质纳金呢 罚款呢 等等 那这些可不可以 也不可以 因为这一些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质纳金 或者是后面所讲到的这个罚金呢 罚款等等 这两项是不得扣除的项目的 原因在于 它是一个是国家机关 一个是民事主体 对吧 所以他俩之间并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 而是具有管理关系的 所以呢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就不允许扣除 而两个民事 这个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 所发生的这种伐息 是可以进行税前扣除 然后看B选项 企业发生的诉讼费用 诉讼费用也是可以进行税前扣除的 这没有任何问题 C选项 企业支付的合同违约金 这也是可以进行税前扣除的 D选项呢 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不得进行税前扣除 不能本末倒置 把2放到1的前边 不可以 然后呢 企业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 这不是第一项吗 对不对 你是把3放到了1的前边 也不可以 所以呢 D和E都是错误的 因此这个题选ABC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本节课的最后一个知识点 就是呢 亏损弥补问题 亏损弥补问题 仍然是一个重点内容 仍然是一个重点内容 单独出题 可以的 然后呢 结合到大题当中 能不能结合到计算题当中 一起来出题 也可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给它三星考点 同学们一定一定要把它把握好 那么在亏损弥补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还是要本的一个税块差异 去理解它 为什么 因为啊 在会计当中 我们说一旦这个企业 在2018年 假如说还是大部分公司 在2018年发生亏损了以后 那么在2018年发生亏损 只影响2018年 会不会影响到2019年 2020年 不会 对吧 所以呢 快是一年一节 但是呢 在税法当中 你会发现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规定是什么样的 他说呢 企业某一纳税年度 所发生的这个亏损 可以用下一年度的所得来进行弥补 也就是说 可以拿下一年度的所得来进行弥补它 对吧 也就是亏损可以节转了 对吧 拿之后年度的所得来进行弥补 那么下一年度的所得 不足弥补的 可以逐年延续弥补 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也就是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 现在呢 是2017年吧 但我公司呢 发生了100万的亏损 那么现在呢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也就是说呢 现在这100万的亏损 我们可以拿大伙公司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1年 22年 这五年的这个所得来进行弥补 对不对 相当于拿那些年的盈利去弥补 这一年的亏损 所以呢 我们看啊 在税法当中是可以节转来进行弥补的 而在快捷当中是不允许 所以一定会产生税块差异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要研究那个税块差异 而且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年限的问题 也就是说一般上来讲 一般来讲啊 我们说这个节转弥补的这个年限 一般是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那么我刚才讲的是一般情况 有没有特殊情况 也有啊 后面这几种情况都是特殊情况 这是针对于特殊行业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说呢 自2018年1月1日起 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 或者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这样的企业 也就是说当年我具备了这个高新技术企业 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这个资格 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 一定是具备了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绝对不是科技型企业啊 科技型中小企业 对对对他的企业规模 也有一些要求 那么具备了这两个类型的企业资格了以后 那么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 五个年度内发生了尚未弥补完的亏损 准与截转以后纳税年度来进行扣除 最长的截转年限 有五年延长到十年 所以你会发现不再是五年了 从五年已经延长到了十年啊 并且呢 在这个地方多说一句 他说的是具备资格当年之前 也就是说假如说大伙公司啊 现在具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 也就是说从2022年开始 具备了这个资格 具备了这个资格 那假如说呢 我现在向前进行追溯 对吧 他是从2018年1月1日开始的 好了 我向前进行追溯 然后呢 我可以追溯前面五年 假如说2018年恰好 我也有一个20万的亏损 对吧 所以呢 我就可以把这20万亏损再往后进行截转弥补 就这个意思 对吧 并不一定说从2022年 我具备资格以后才能够截转 那么我可以向前追溯 追溯前面的五年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下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 也就是自2020年的1月1日起 国家股力的限宽小于130纳米 包含130纳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属于国家股力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清单年度之前 五个纳税年度之内所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 准以向以后年度呢 来进行截转 那么总的截转年限 最长不得超过十年 也就是说呢 现在针对于这种股力类的啊 国家股力的 限宽小于130纳米的这种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那么他的这个截转期 最长不得超过十年 也就是说还是超过了五年的限制 对吧 所以呢 他也比较特殊 最长呢 不得超过十年 并且呢 他也可以向前进行追溯 对吧 跟前面这个高新技术企业啊 还有这个科技型中小企业 是一样的 所以呢 在这儿 我们就把它统一放到一起 来进行 来进行一下计议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第四项 第四项呢 说的是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困难行业 注意啊 他说的是困难行业 那么针对于这种困难行业的企业 2020年度所发生的亏损 最长的截转期限 从五年延长到了八年 也就是说 这是针对于特殊的一些困难行业来讲的 那么什么是困难行业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也就是说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种吃住玩一条龙的这种啊 也就是这种吃住 然后呢 玩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那么吃住玩一条龙主要包括什么呢 具体包括下边这四个大类 一个呢 是交通运输业 一个是餐饮业 一个是住宿业 一个是旅游业 由于呢 这个疫情影响了以后呢 针对于这几个行业来讲 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所以呢 你看假如我现在想出去去旅游 对不对 离不开的就是 肯定是需要有交通运输工具 对吧 因此针对于交通运输业是有影响的 然后呢 针对于餐饮呢 住宿啊 然后玩的话 还针对于旅游啊 等等 这一些都是有相应影响的 所以呢 这个一条龙服务当中 涉及到这个运输 餐饮 住宿 旅游 都是有很大影响 因为肯定不可能像疫情之前 然后呢 大家可以随意的出去到那去玩 对不对 现在的话肯定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此呢 针对于这四个行业来讲 那么波及比较大 因此呢 可能会产生亏损 那么产生亏损以后 针对于2020年度所发生的这个亏损 允许你延长你的这个截转期 从五年延长到八年 也就是说鼓励企业啊 这个继续进行生产经营 就是这么一个政策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个 就是针对于电影行业企业 2020年度所发生的亏损 最长的截转年限 由五年延长到八年 也就是说 针对于电影行业来讲 也是由于受到疫情一些影响 对不对 针对于电影行业 那我们没有办法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对吧 都转成线上了 对吧 所以呢 针对于电影行业 传统电影行业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因此 针对于电影行业 2020年度所发生的这个亏损 也是可以五言八 也就是从五年延长到八年 在这也有一些特殊的 需要咱们同学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呢 电影行业企业 限于电影制作 发行和放映等行业 绝对不包括互联网 电信网广播电视网等 信息网络传播电影的这种企业 也就是说呢 不包括线上的这些影院 对不对 因为疫情的话 不影响这些影院正常营业 也就是不影响这些影院 取得它的营税收入 所以呢 针对于这些影院来讲的话 线上影院来讲 那么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但是针对于这种传统的电影行业来讲 包括这种电影制作呀 发行啊 放映啊 等等这些企业 发生了亏损的话 我是允许你五言八 好 在这的话 给大家简单做一个小结啊 针对于一般企业来讲的话 我们说这个节转年限是五年 对吧 没有什么太多去给大家解释的啊 一般来讲就是五年 然后呢 如果说是针对于疫情影响比较大的 这种困难企业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个 吃住玩一条龙的 包括交通运输啊 餐饮啊 住宿啊 旅游 以及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 这个电影行业 都是五言八 也就是说2020年度所发生的亏损 最长的这个节转年限 那么可以从五年延长到八年 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还有就是具备高新技术企业 或者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 以及呢 国家鼓励的这种线宽 小于130纳米的这种企业的 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这些都跟科技相关 对不对啊 都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这些企业 那么这些企业的话 最长的节转年限 由五年延长到十年 也就是五言十啊 所以呢 上边这个是五言八 下面的这个是五言十啊 分不同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容易出小题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亏损弥补当中的一些其他规定啊 首先是针对于亏损的相关规定 那么首先来讲 亏损不是企业财务报表当中所说的这个亏损额 而是税法调整以后的这个金额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亏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一定是用这个收入的总额啊 也就是这个收入 然后呢 减掉不征税的 然后呢再减掉免税的 再减掉什么各项的扣除 那么剩余的这部分差额 我们再去比啊 看他是正的还是负的 如果负的的话 那就是亏损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个亏损额 一定不要跟前面 我们所讲到的这个财务报表当中 这个亏损额 有这个混淆啊 所以呢 一定要区分开 第二个就是五年弥补亏损期 也就是说五年的这个弥补期 是以亏损年度的第一年开始算起 连续五年以内 不论是盈利或者是亏损 都作为实际弥补的年限来进行计算 也就是说呢 这个里面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一定要注意 它的亏损年度 第一年开始算起 然后呢 连续五年以内 连续五年以内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 它是连续五年 第六年都不行了 然后呢 第五年的时候 就是在这五年之内 不管你是盈利了 还是亏损了 都应该作为实际亏损的 弥补年度 也就是说呢 你不能说 我第二年的时候 我也亏损了 第二年我也亏损了 那我就从第三年开始算起了 行不行 不行 然后呢 我第五年亏损了 那我再算一下第六年的吧 行不行 不行 也就是说 不管你在这五年期间 你不管是盈利了 还是亏损了 就好像之前 我给大家举的例子一样 从2017年开始 那么2018年 一直到2022年 在这五年期间 你不管是盈利了 还是亏损了 你都必须 把这每一年当中 都算一个纳税年度 那也就是说 每一年都是你 弥补亏损的年度 那也就是说 到了2023年 到了2023年 那么这个2023年 能不能再作为 你的亏损弥补年度了 绝对不能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注意一下 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 就是连续发生年度亏损 必须从第一个亏损年度 开始算起 先亏先补 后亏后补 什么意思 其实还是一样的 还是 我刚才说了 假如说2017年 发生了100万的亏损 2018年发生了50万的亏损 对不对 我们要先要去弥补 2017年 所发生的这个亏损 然后呢 把它弥补完了以后 如果还有剩余的话 再来弥补 2018年 所弥补的这个亏损 所产生的这个亏损 所以我们注意一下 它叫做 先亏先补 后亏后补 就这个意思 它有先后顺序的 然后紧接着 我们看一下第四项 就是企业 在汇总计算 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其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 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 也就是说 一定要注意一下 现在是 它有境内业务 境外业务 对不对 也就会产生一些境内的亏损 境内的盈利 境外的亏损 境外的盈利 假如说 现在产生的情况是 现在境内 境内是盈利的 那么境外产生了亏损 空间就代表亏损了 空间代表亏损 那么境内的话 这个实现代表盈利 那么我能不能拿境外企业的 这个营业机构的这种亏损 来抵减境内的盈利 那如果说 你把境外的亏损 拿过来 抵减了境内的盈利的话 那境内盈利就少了 那企业交的税不就少了吗 对不对 那国家肯定不允许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 假如说境外是盈利的 境内是亏损 可不可以进行弥补 可以 因为你弥补完了以后 相当于境内的亏损少了 亏损少了的话 境外税所得额就增加了 对不对 增加了以后 交的税款就多了 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进行总结的时候 把以上1234进行总结 总结了以后呢 形成一个简化记忆 也就是说五年截转 对吧 先亏先补 然后呢 只可外补内 不可内补外 只可外补内 也就是说 外 这个补字前面 这个外主要说的是什么 外部的这个盈利 你这就拿盈利去弥补亏损吗 所以补主要说的是弥补 对不对 那只允许境外的盈利 去弥补境内的亏损 绝对不可以境内的盈利 去弥补境外的亏损 这是不可以的 也就是说境外的盈利 可以弥补境内的亏损 但是境内的盈利 可不可以弥补境外的亏损 不可以 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你的应答税 所额变小 从而导致你的应答税额变少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个我们注意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做一道例题 这是一道计算题 他说呢 某居民企业 适用企业所的税 税率呢 是25% 那么执行五年亏损 弥补的规定 2014年 以前每年呢 均实现盈利 也就是说呢 在2014年之前呢 一直都是盈利的 它不会影响到2015年这一年 所以呢 这是一个已知条件 那么2015年到2021年 该企业盈亏情况呢 如下角所示 请计算一下2021年 应纳税的税额 所以呢 注意一下啊 这个单位都是万元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2015年的时候 亏损了90万 2016年呢 亏损了50万 对吧 然后2017年盈利20万 然后呢 2018年盈利30万 2019年盈利30万 2020年又亏损10万 2021年呢 盈利了100万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呢 让大家计算一下 2021年度 应纳税额 也就是说 针对于第一种情况 它的应纳税额是什么样的啊 我们注意一下啊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刚刚讲过那几个字的真言 什么意思 就是五年截转 先亏先补 对不对 先亏先补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五年截转 那么针对于2015年的这90万亏损 我们可以拿五年 对不对 五年 这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所以呢 我们可以拿2016年到2020年 这五年期间的这个盈利 也就是说这个所得 去弥补2015年 这90万的亏损 那么很不凑巧的 就是在弥补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它有一些特殊性 特殊性在哪 特殊性在于2016年 也是亏损 啊 它也是亏损 所以呢 还得拿2017年到2021年 这个盈利 去弥补2016年的亏损 但是呢 一定要注意 你不得先弥补2015年的吗 对不对 所以叫先亏先补吗 对吧 好 那现在呢 进行弥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2017年开始盈利了 那么2017年开始盈利的时候 首先来弥补一下 2015年的90万呗 好了 现在呢 先弥补一下这90万 然后呢 2018年又盈利了 30万 然后呢 再弥补 然后呢 2019年又盈利了 再去弥补 你会发现 加到这的时候 发现还是亏损了 10万 对不对 还是亏损了10万 然后呢 2020年紧接着 没法弥补了 因为他本年也是亏损 是吧 所以呢 你会发现 截转了5年以后 截转5年以后 那么还是有10万块钱的亏损 那么这10万块钱亏损怎么办呢 还能不能再截转扣除了 就不能了 那你亏损了就是亏损了 你就不能再截转扣除了 就是说 我还能拿这个2021年的100万 去弥补这10万的亏损吗 不可以了 所以这10万 不能弥补了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下2016年 因为这个2016年比较特殊 2016年比较特殊 因为他是在2015年亏损以后 紧接着又发生亏损的那个年度 然后呢 正常来讲 他应该是用2017年到2021年 这5个纳税年度来弥补当年亏损吧 但是现在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还能不能用了 不能用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三个年度的盈利 已经弥补了2015年的亏损 所以你不能反复用 对吧 所以2017年不能再用了 2018年不能再用了 2019年也不能再用了 2020年本身是亏损 本身他也用不了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够用2021年这100万 去弥补2016年这50万的亏损了 所以针对于2010年来讲 我们注意一下 他的应当税所得额 首先应该是100万 减掉什么 减掉2016年所发生的50万 完了吗 没完 为什么 因为2020年 我们说他还有亏损 所以呢 你还可以减掉2020年的 这10万块钱的亏损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2021年这100万的 这个所得 我们就需要往外减 减的时候 减掉一个2016年的弥补亏损 50万 减掉一个2020年 这个弥补的亏损 是10万 那么计算完了以后呢 等于40万 再乘一个25% 对吧 乘以税率 然后呢 就等于10万 因此2021年 应纳税额应该是10万块钱 这是第一种情况 没有任何问题吧 然后第二种情况 咱们回过来再看 第二种情况 我们说 前边都没变 哪变了啊 只是在2021年这块 从100万变成了50万了 好了 还是用这个公式 对吧 逻辑都没有发生变化 还是用这个公式 那你会发现 50万 减掉50万之后 减掉第一个2016年的亏损 这50万之后 是不是就等于零了 对不对 是不是等于零了 你现在已经等于零了 你还能再去弥补 2020年这个10万块钱亏损吗 没有办法再弥补了 所以呢 你也就没有办法再弥补了 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下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2021年 应纳税所得额变成50万了以后 那么去弥补了2016年的亏损 同时呢 你看 现在想要弥补2020年的亏损 都没有办法来进行弥补了 对不对 因为它不够了 所以呢 2021年还需要缴纳 企业所得税吗 就不用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把这个题呢 也要把它吃透了 然后紧接着看一下 第二个特殊规定 也就是针对于筹办期的 那么如果企业出于筹办期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 有关于亏损弥补的规定 企业筹办期间 不计算亏损年度 也就是说 我是在筹办期间 那么我在筹办期间的话 肯定有各项支出啊 对吧 但是我没有这个营业收入 对不对 所以呢 针对于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有的一部分学员朋友可能觉得 那他这不也是亏损的吗 但事实上来讲的话 企业筹办期间 我们是不计算为亏损年度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不把它当做亏损 来进行看待 那么企业开始生产经营的年度 为开始计算企业亏损的年度 也就是说 正式进行生产经营了 然后呢 再去看是不是亏损 第二个呢 就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之前 进行筹办活动期间 所发生的这种筹办费支出 也就是刚才我讲的 是不是发生各种支出 我为了筹办一个企业嘛 肯定有支出的 那么这种支出 不得计算为当期的亏损 那么企业可以在开始经营之日的 当年一次性呢 来进行扣除 也就是说 企业筹办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这种筹办费支出 那么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亏损 来进行看待 如果你把它当成亏损的话 那你正常经营了以后呢 就需要弥补亏损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在扣除的时候 我们不去这么扣 不把它当作亏损 也就是说 我们把它当作是 正常经营以后 在当年进行一次性扣除 这种方式 所以这跟亏损弥补是两码事 也可以按照税法的相关规定 那么按照长期待摊费用的处理 来进行确定 也就是说呢 现在如果你一次性扣除 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同时你还可以 从时你还可以把这部分亏损 当作是长期的待摊费用 那么如果你把它当作 长期待摊费用的话 那么就需要进行分摊来进行扣除 一般来讲是不得低于三年 分摊来进行扣除 所以呢 两种方式 一种是一次性扣 一种是分摊来进行扣除 那么这两种方式 一旦选定以后 那也就是说 我选定了一种方式来进行扣除 对不对 这种方式一旦选定了以后 就不得进行改变了 所以这个 也是有关筹办期的特殊规定 这个也需要注意的 然后紧接着看一个特殊情形 那也就是说 有调整有调检 这种特殊情形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税务机关呢 对于企业以前纳税年度情况 进行检查的时候 调增了应纳税的所得额 也就是说呢 我税务局对于大众公司 对吧 然后呢进行了纳税检查 然后呢 我发现有一些应纳税所得额 需要调增的 那这个时候就有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 凡是企业以前年度发生的亏损 并且呢该亏损属于企业所得税法 允许弥补的这一部分亏损的话 我们就允许你用这部分调增的 应纳税所得额 去弥补这一部分亏损 就是拿调增的这份应纳税所得额 去弥补亏损了 对吧 所以呢 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 弥补亏损的方式 那么弥补亏损以后 仍然有余额的 也就是说调增的比较多 对不对 我调增100万 实际上亏损的话 只需要弥补80万 还剩20万 那怎么办 剩余这20万 你正常交税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所以呢 剩余这20万 就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 计较企业所得税就行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个就是有关于亏损弥补的 然后呢 我们通过题来练一练 首先看一下2015年这道题 他说呢 下列关于企业筹建期间 所发生的一些相关业务的税务处理 正确的是 我们看一下 这是有关于筹建期的 那么筹建期间呢 应该确认为企业的亏损年度 刚刚说过 不能把它确认为亏损年度 那么筹办期 筹办期间所发生的这个筹办费 筹办费呢 是作为长期待战费用 在不低于两年的时间之内进行探销吗 不是吧 我刚才刚刚说过 是不低于三年的时间之内 这个注意一下 然后呢 筹建期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可以按照实际发生额 进入筹办费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问题 对吧 它是可以据实扣除的 没有任何问题 筹建期间所发生的业务招待费 可以据实扣除吗 不可以 它有一个限定条件 叫做实际发生额的60% 所以呢 又跟前面 我们说扣除项目呢 连接到了一起 所以这个题出的比较好 所以呢 这个题 D选项是错误的 所以这题只有C选项是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呢 来给大家做一下本节课的小节 本节课当中呢 有两个内容 需要咱们大家熟悉和掌握的 第一个呢 就是熟悉掌握 扣除凭证的原则 时间 分类 可以扣除凭证 跟不可扣除凭证的一些相关规定 对吧 我都给大家讲过了 包括一些特殊情形 都给大家讲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支出真实性的这种 证实资料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也如果出的细一点的话 也有可能出一些文字性的选择题 这个我们同学要引起关注 那么前三项是必备的 后边几项的话 就是一种辅助作用 然后呢 第二项就是掌握一下 不得扣除的项目 以及弥补亏损的相关规定 那么这些都是容易出单选题 或者是说 容易出一些这种文字性的选择题的 这些地方都是引起 我们同学高度重视 好 那么本节课就给大家讲到这 谢谢大家